Hello, 大家好, 我是V太 非足色的醫道,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你和我應該都可能用過 今集的內容是教大家如何申請自方便 以及如何申請非足色的醫道 還有入境處聯同澳門政府當局 推出了一個叫做港澳通關匯用的二維碼服務 今集一於分享給大家知道 哪些人可以申請和在哪裏申請 片尾還有一個小插曲 去了啟德郵輪碼頭, 究竟我申不申請到呢? 有興趣看片的朋友, 記得讚好和分享我的頻道 一會見!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V太 Channel 退休阿太日子 Hello, 大家好, 我是V太 今天的主題是和大家說 港澳通關, 互用二維碼 由7月19日開始 香港和澳門合資格的居民 現在不需要再出示實體身份證 就可以透過港澳通關二維碼去過關 以後我們過關去澳門就更加方便 至於申請資格和申請地點 就在這裏一一和大家分享一下 來到這裏這三個步驟非常重要 首先第一, 必須要下載自方便的程式 第二, 也要下載非足色醫道 最後才去到香港口岸自助服務機 才可以再申請 步驟慢慢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步, 必須下載自方便 主要作用是入境處 會將個人資料數碼化作為傳檔 好了, 介紹大家怎樣用自方便 我們下載左字方便後 第一個步驟在左手邊第二幅圖 左上角寫著登記 按進去後便變成第三幅圖 都是綠色的掣, 看到登記按進去 之後來到第四步驟 看到開始快速登記 按進去後便在右手邊 第五幅圖見到其實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成人年滿18歲 一個是未成年11至17歲 我們今次簡單用成人做一個教材 兩者要輸入的資料其實大致上都相同 不過未成年人很多資料都要進入父母的個人資料 到這部分按指示去做 總共有五個步驟 第一, 拍攝和驗香港身份證 第二, 念容要識別 第三, 驗證Face ID 第四, 設定最方便的密碼 最後要提供電郵地址 然後見到閱讀申請人聲明 按進去 第七幅圖我們便會見到 左手邊有兩個踢, 踢了之後繼續 第一步記住拿出身份證 然後按開始 按照指示去做便可以 總共有五個步驟 你做完後便正式完成了 來到第二部分就是非足色衣 一會兒會逐個逐個步驟去教你 記住如果你曾經下載過 你必須要更新、更新才可以再用 打開了APP之後 有申請人聲明 拉到最底, 踢了最後兩句 然後按綠色鍵, 繼續 出了這個畫面之後, 按開啟 最後要按綠色鍵, 以致方便繼續 來到這裡, 又是按繼續 其實整個過程很簡單 只要你看到繼續, 繼續按下去就可以了 這裡也是按綠色, 致方便的個人資料 到這版, 就會見到你自己的所有個人資料 就出來了, 沒問題就按確定 尾聲, 登記完成 然後按返回主頁 最後我們見到中間, 其實是一個二維碼 見到港和澳這兩個字 那就成功搞定了 記住我們要用這個非竹式的E度過關 剛才教了大家, 已經下載了個字方便 完成了登記, 指紋過關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打開非竹式E度的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會產生一個加密的二維碼 我們對著這部閘機, 數一數二維碼 進入通道之後, 會面對第二道閘門 我們需要脫下口罩 面對鏡頭作為容貌識別 系統完成核對資料之後 閘門就會打開 用了這個二維碼的好處 其實就是取代了我們實體的身份證 數一數就可以過關 連身份證都不需要拿出來 真是方便了很多 我們現在只是做了一半 因為還有一半過澳門的關 究竟怎樣做呢? 一於看下去吧 記住做這個港澳通關護用二維碼 必須做了我剛才教大家的 最方便和非竹式E度 好了, 現在教大家申請方法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港澳通關護用二維碼 究竟哪些人有資格申請呢? 就是年滿11歲 並且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或者持有再有一顆星、三顆星 或者R標記的香港居民身份證 就可以申請了 而申請的地點 香港有11個入境的事務處 分別是 上環港澳客運碼頭管制站 尖沙咀中國客輪碼頭管制站 港珠澳大橋管制站 啟德郵輪碼頭管制站 和7個人事登記處辦事處 全部都是自助形式 用自助服務機 不如教你怎樣用吧 去到自助機總共有4個步驟 第一是放上有效的身份證 然後閱讀條款之後 按同意見就開始登記 第三步是核對指紋 最後是確認和記得拿回的通知書 這樣就完成了 網上的資料就說成功登記之後 大約3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使用澳門口岸的自助通道 最後給大家小插曲 我走了去啟德郵輪碼頭 想著做 誰知道來到這裡 其實又沒有清晰指示 於是我就跟著 只是往登船的位置上去 來到登船大堂B座 再上一層就是2樓了 來到見到沒有人 最後見到保安姐姐 先問問她 明白 應該是在裡面的 平時現在的時間沒有船 就進不了海 有船可以進去申請 但問題是否即時可以做這個動作 我們都不是很清楚 現在我就來到啟德郵輪碼頭 本來想著申請 香港居民登記澳門自助過關系統服務 但來到這個申請站的時候 地點本來是啟德郵輪碼頭管制站 來到2樓是出境大堂 於是我就問職員 暫時問了兩個職員 他們都不知道究竟管制站在哪裡 他說應該進去登船的位置 然後可以申請 但其實他都不是很肯定 所以到現時位置 我也不知道在哪個地方申請 暫時我的資訊就是這麼多 其實今次白閒一趟 都是怪自己 沒有查清楚 我看回才記得 原來他寫著 他是師父有船旗 才對外開放 今天沒有船旗 所以我去到的時候 根本就找不到這個管制站去登記 今天分享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 給一些意見 互相交流一下 記得給點鼓勵我 訂閱我的頻道 這裡是VTi Channel 多謝了 拜拜